Hello大家好,我是雷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零木的重型巡航车 JV1400骑兵 这台车在同时期被誉为是最大、最重、最强大的豪华旅行车 而它却没有和本贴穿起亚马哈一样 将这个车型继续做下去 而是只从1986年生产到1988年 以停产告终 这就是零木一贯的做事风格 为什么这样说 当年的本贴惊异还是对峙四缸 零木的这台车是微型四缸发动机 并且在JV这个车系 零木还有过一台对峙亚马哈大魔鬼的JV1200 和亚马哈一样也是微型四缸发动机 这种例子在零木这里数不胜数 同时期川奇也有巡航车 就是图片里这台ZZ1200 它的延续车型是川奇的VN系列 比如图片里这台VN1700 包括亚马哈的同时期也有XVZ1200 后期它的进化车型是亚马哈XVZ1300 我们当年的母友称之为大雪柜 它的延续车型就是如今的XV1900 也称之为星际巡航 本天也一样同时期有过PC800 也称之为太平洋海岸 我们熟知的京翼最早也是对峙四缸 排量是1000cc 并且起初是街车的造型 如今这台车已经是收藏级别 后期排量提升了100cc 变成了1100cc 也可以看到京翼的雏形 再次进化也提升了100cc 是1200cc 不过它还是对峙四缸 直到变成了1500cc 才变成对峙六缸 到了后期也变成了我们今天最熟悉的京翼 不过2018年它已经变款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些车型在未来都会慢慢聊 也就是说其他三大厂 它们的所有车型都有延续 唯独陵木没有 如今陵木的重型巡航车只有联营大道 也就是M10922 但是那台车它在国内保有量非常少 陵木的这台骑兵它有三种型号 视频里这台自入盟级别 它叫GV-173GT 另外它还有中配叫GV-144LX 也有顶配GV-144LXE 从外观上最直观的区别 顶配的车型是有头整的 中配跟低配只有背靠 它用的是一台夜冷1360cc 四重乘82度微型四缸发动机 每缸四个气码最大马力112匹 在7切转爆发81.6千瓦 在5切500转爆发125牛米 这个位置是它的收音机 对讲机包括无械电功能 座椅高度780 干重355公斤 油箱容量22升 百公里油耗6.2升 它的后雪挂用的是可调节空气节阵 而且当年就带有陵木的自动调频系统 这可是34年前 整车长2.5米宽是93厘米 高度是1米55 带有巡航定速且后座无械对讲 此侧配备于空气压缩机 不仅仅可以用于后面的空气雪挂 包括驾驶员座椅也是气动调节的 乘客的座椅 靠背 头枕都是气动可调的 另外驾驶员腿部也有风控系统 前后座均有自主可调的立体声扬声器 可以分别独立控制 并且驾驶员和乘客都有单独的储物空间 除了标配的三箱之外 驾驶员的储物空间在手把下方 乘客的便携式储物空间在边箱上方 它当年所谓的气动调平系统 也就是说后学架是带有负载预章景气的 可以时刻保持车身在水平状态 另外乘客脚踏包括驾驶员脚踏 都支持手动调节 包括车把和挡风玻璃也支持手动调节 另外它的后尾箱可根据乘客升高 自由的对后尾箱高低进行调节 因为后尾箱跟靠背是一体的 下面也是有阻尼的可以调整 这都是视频里低配的功能 顶配的调节都为自动的 包括反光件也可以自动调节 而且它的收音机带有自动音量控制系统 可以根据摩托车速度来自动提高 或者降低收音机音量 除此以外尾箱顶部有内部照明系统 包括化妆镜 还可以容纳两个缺亏 我越说越不敢置信 这居然是35年前 他们就可以把细节做得如此完美 突然感觉春风不响来 另外它的LCD写视频 除了可以写视标准的档位 转速包括里程之外 中间这个小LCD屏 有侧编称熄火系统 而且会提示你编称是否已经放了下来 如果编称放下来还有个图可以写视 甚至三项没有关闭它也有写视 跟如今车里面那种差不多 我找来一个图片 大家能不能看到 真是有点太变态 这个功能放到津贴不以为然 可要放到30年且的确很新鲜 另外顶配的车型 配备了自动弯道照明灯 另外这个车也配备了有电配件插头 和500瓦的交流发电机 大家不要问我怎么能装得下这么多东西 你得问一下林木 因为我也不知道 视频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台车能被美国包括日本 评为同时期最强大的豪华旅行车 毕竟有它的过人之处 而我聊的只是它说明书上的一部分 剩下的很多暗节 我已经找不到它曾经的功能 但是就这一部分也足以让我惊讶 不过这个车型 目前肯定没有办法和经营这些车去比较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年份的产物 但是就同时期来说 它绝对是碾压经营的存在 而且它的很多小设计 你慢慢去看 比如这个反光价是软的 即使你倒了车 也不用担心它那么容易坏 其实慢慢看一下这些老车 其实真的存在差距 同样的发动机还有另外一台车型 叫310GS 这个系列应该是宝马车型里 最便宜的车型之一 G3102它在印度的售价 折合人民币23000 在中国的售价38000块 从宝马的角度上来讲 它是增配降价 因为G3102它此前的卖价是48000块 后期竞争不过同级别车型 自己会大到降了1万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宝马最拿手的发动机是绝技手发动机 包括对质4缸发动机 还有4缸发动机和大单缸发动机 但是和阿普利亚也发的单缸发动机 目前是龙兴无极的650DS在用 那么这个310是从哪蹦出来的 总确点说 这个车和宝马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它是印度TVS生产主装的 不过它的外形设计 包括蓝贴白云标是宝马的 而且印度TVS已经把310发动机 可以说玩的贴花乱坠 三个月起 我们聊过一台印度TVS 阿帕奇310双耳 那台车型就是用的310发动机 今天准备的素材比较少一点 新劳款的310耳都有 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天 具体更详细一点的 大家去看一下实车评测 最好是自己去试驾一下 但是你购买之前一定要清楚 这台车也发生产制造组装 包括销售 全部是印度TVS 而且这台车型是宝马有史以来 第一台不在欧洲生产的宝马摩托 不知道说到这儿 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而且TVS它最早合作的是林木 后期和林木闹掰了之后 宝马在程序而入 并且在2013年却补与TVS 合作生产500cc以下摩托车 并且由印度开发 它开发好了之后再送到德国 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包括改装 后期直到2015年才推出了这款车型 但是TVS很聪明 同样的发动机 生产出来的街车挂的宝马标志 生产出来的跑车挂的TVS标志 而且配置非常高 卖的更便宜 我们此节聊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印度 KTM的390系列 就是印度的八甲节生产组装的 这个八甲节最早是川崎提供的技术 而在印度排名第一档是英雄蹦贴 如今直接把蹦贴踢开 人家叫英雄 这个小故事我们之前也聊过 而且不管什么车 只要在印度组装 总会出些漏油 剩油 烧机油 这就跟一个魔咒一样 无法解开 宝马310是这样 KTM390也是这样 而且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此节国内举行宝马车友会 宝马310而车主是禁止入内的 理由是因为道路通过问题 这个并不是段子 是真事 我并不是小看印度组装 而是这几年 他们报社的组装问题 实在太多 我给大家简单说几个 气缸密封胶打背也 后刹车油管磨轮胎 包括你们知道的曲轴箱 可以掏出来报纸 这种装配手艺的确让人不放心 而且2021款虽然升了机 只是增加了新的电子节气码 改善了一下老款油码反应的迟钝 也对发动机进行了微调 简单点来说 就在启动的时候增加了怠速 也不那么容易熄火 包括也有了滑动离合 大家可以看到老款的是鲁素大灯 新款的有了改进 用了LED大灯 除此以外跟老款的是一样的 而且这台车目前仅在亚洲地区发售 具体的兴起 它用的是一台水冷单缸四起码发动机 排量是313cc 最大马力34匹 在97500转爆发25千瓦 在7500转爆发28牛米 6速BF箱 其后双通道ABS 前轮胎17寸110 后轮胎17寸150 座高785 装配总重量158公斤 油箱容量11升 百公里油耗理论在3.5升左右 最高时速145公里每小时 用的是钢管车架列条传动 不过这台车也不是没有优点 比方说它的发动机布局 用的是倒置钢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在底盘里面向后倾斜 进气口在气缸盖的前面 排气口在气缸盖的后面 这种布局和绷贴的摩托GP3 单缸赛车所使用的是一样的布局 但是除此以外 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优点 视频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以我个人角度来说 落地4万多 买一台印度产的摩托 虽然挂了一个宝马标志 但是我觉得也很贵 如果是国内龙星生产或者无极出品 我觉得有2万多绝对可以买到 并且它的性能也不是特别强悍 0百加速外媒测试7.5秒 而且剩油烧机油的情况 大家应该没忘记吧 不知道老款花48000块买单 如今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万个那什么在飘过 还有更有意思的 我第一次借这个车 从侧面看一眼认成了冲锋 从正面看它的大灯 第一眼居然看成了好久的零幕 这个可不是玩笑 也不是段子 我的小介意极度不推介 OK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跟大家观看 谢谢再见 再见